每年3、4月会飞到云林的黄金蝙蝠已经进入繁殖棋 根据单一漆地调查 它的数量10年间由200多只降到个位数 原因与漆地的被破坏最为直接 台湾联盟呼吁民众尽量避免到漆地打扰 还给黄金蝙蝠一个良好的栖息环境 大叶感人树绿油油的叶子里藏着金黄色的胶壳 不仔细看还以为是枯叶 它是黄金蝙蝠又叫金黄树耳蝠 是一种哺乳动物 每年3、4月间会飞到云林准备繁殖 9月10月离开转往中高海拔洞穴冬眠 它是以昆虫为食 大概一个晚上大概可以吃掉几千只的昆虫 所以它在我们这个地方算是对农民相当的有益 食虫性的黄金蝙蝠这10年来的数量持续下降 引起环团关注 那蝙蝠它是一种对七所忠诚度非常高的一个物种 那倘若这个地方的族群数量一旦下降 其实它很不容易再补充回来 所以它是一个隐忧就对 那我们目前可以比较确切知道的 就是说大概跟树林地的结草还有水源是比较有关系的 近来许多民众成群结队去探访黄金蝙蝠的漆地 但是宣华生与电子产品的音波已经对这群交客产生干扰 台湾永续联盟呼吁民众 外出游玩时也要尊重生物习性 避免生物欺利遭到破坏 新唐人亚太电视张又铭 陈一文台湾永维采访报导